在麦克的越狱计划中 最不稳定的因素就是室友苏克雷 江湖人称大懒吧 什么事情在他嘴里都藏不住 但却对感情极为专一 因为上次的禁定 他已经两周没有联系到女友了 然而下铺的麦克正拿着一台手机 正盘算着如何试探苏克雷 在一次大扫除中 麦克拿出手机放到隐蔽处义 苏克雷看到懵圈了 监狱里私藏手机是要被夹醒的 他很怕自己被麦克遇了 毕竟还有不到两年 他就能出去和女友结婚了 殊不知这都是麦克对他的考验 与此同时 林肯向贝里克索要额外的放松时间 作为补偿他举报苏克雷私藏手机 得知有人赶在自己的辖区岗时 贝里克当即便把他叫来谈话 并以他配偶探监的机会询问手机的下方 这个把女友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的家伙 是否会供出麦克呢 而这一切都是麦克和林肯对他的考验 正是玉井带着苏克雷走进来 两兄弟被吓得头皮发麻 看到玉井将他安排到最累的地方到 他们着实捏了一把冷汗 看来苏克雷已经通过了考验 随后他朝麦克索要手机给女友打电话 然而当他拿到手机的一瞬间彻底报 这个手机竟然是肥皂做的 他竟然为了一部假手机失去了配偶探监的机会 麦克趁机安稳他 并将自己越狱的计划全盘拖出 可苏克雷不想跟他同流合污 自己还有一年半就能出去和女友结婚了 他又怎么会自毁前途跟麦克越狱 失去室友的支持 他的越狱计划还能继续实施吗 来到医务室 劳拉一边给他上药 一边告诉他可以申请调换监狱 去一个轻刑犯呆呆的地方 麦克自然不会答应 因为哥哥林肯的死刑只有不到一个月了 回到牢房 苏克雷已经收拾好所有医务 准备调换房间 他害怕被麦克连累 耽误自己出去做新浪 无论麦克如何挽留 他还是不为所动 与此同时 为了给女友报仇 T-Bike从一个变态的女友那里 拿来一把小刀 只要这东西捅进身体 连大肠都能拽出来 可见T-Bike对麦克的恨有多深 另一边约翰再次迎来 帮回二把手的探视 面对大哥此人没有一丝禁忆 反而让他尽快从麦克身上 逃出叛徒的下落 约翰当即便拿出一个盒子 并表示自己尽力 里面装的正式上 及麦克被剪掉的脚趾 二把手告诉他 有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一定要用暴力 约翰很不喜欢小弟教自己做事 不料对方竟然带来自己的儿女 为了家人他只能妥协 怪只怪自己有眼无珠 养了一匹恶狼 餐厅里 T-Bike瞅准时机刚要动手 就被一双大手按住 约翰表示我们可以合作 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很快 排队的麦克就被人推进小黑屋 随着大门关闭 眼前正是自己两个仇家 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了 T-Bike拿着刀走上前 变态地舔了舔嘴唇 可接下来的荧幕 给麦克看傻了 原来约翰为了得到叛徒的下落 只能以这种方式 跟麦克赔礼道歉 只是可怜了T-Bike 被当成垫脚时 约翰当场表明自己的立场 麦克面不感色 实则内心狂喜 他趁机提出自己 需要一架飞机 方便越狱后 彻底离开这里 约翰让他尽快告诉自己时间 他好做安排 作为回报 在麦克离开之日 需要告诉约翰叛徒的位置 双方达成共识 现在万事俱备 只插在牢房里打开通道 回来后 麦克趁外面无人 拿起被打磨成 六脚扳手的螺丝开始盗磨 然而就在这时 牢房大门突然被打开 雷里克竟然给他安排了一个新室友 这下麻烦了 而且新来的室友 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 从他的造型来看 我就暂且叫他狼叔 就这样 麦克不得不再次暂停越狱计划 放风时 他向哥哥林肯表明计划需要延期 因为新来的室友 貌似精神有点问题 想要凿动只能等他睡觉了 这样一来时间将大大延长 当天晚上 麦克等到上铺没有了声音 灭手灭脚的荡药行动 这下完蛋了 面对这种极品室友 麦克的计划又该怎么进行呢